有些想不过的奇木格 特意将九阿哥请了过来 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太子不在 洪轩能结婚吗 九阿哥觉得莫名其妙 又不是老实入洞房 怎么就不能结婚了 但是奇木格 如今可是太子妃了 九阿哥也不好太失礼 想了一想 哦 婚事的筹备有内部操持 聘礼什么的也都有定数了 太子妃不用过于担心 半年的时间准备 虽然有些赶了 但是问题不大 奇木格支支吾吾的说道 洪轩毕竟是长子 太子怕想亲自操持他的婚事呢 九阿哥一听忙说道 太子是这么说的吗 当知道一切都只是奇木格的杜撰后 九阿哥翻了个白眼 但还是很和煦的 让奇木格尽情的想一想 当老师前线大劫的时候 老师长孙又哇哇的出事 那将会多带劲啊 奇木格除了苦笑 还能干嘛呀 因此当迟迟没有接到老师的家书后 奇木格又给老师发了一封 说了洪轩的婚期 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 是不是真的缺席儿子的婚礼 也没有关系 然后再一次强调 好好地挑选女婿候选人 这可是大事啊 是的 暗暗可以等到十八岁以后再结婚 可是女婿却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再选 纵观整个大清 门当户对的人家中 十八岁没有娶亲的 谁没有小妾呀 其实现在下手也有些晚了 和暗暗同龄的男孩子 一半都已经结婚了 剩下美姐的一半 至少是99.9% 都有小妾或者是屋里人了 反正调查结果表明 新晋侍卫中 没有一个是没有实践过男女之事的 所以齐木格又将阿如诺 当初给他推荐的名单拿了出来 准备问问这些人的现况 父母颠沛流离了半天 当爹的升官了 当娘的也抖了起来 但是却将宝贝闺女的婚事给耽搁了 这叫什么事啊 得知了齐木格如此这般的感想 老实也冷静了下来 这女婿还是得赶紧地挑了 否则到时候更是挑不出来了 再舍不得也不能让安安当老姑娘啊 于是军营里的年轻才俊 都有些慌神了 没犯事啊 太子的眼神怎么这么是人呢 到了四川境内 年庚瑶自然是率队出营 四川的官员都发觉 太子怎么老巢年轻娃娃身上瞧啊 断袖吗 可太子的双眼又明明是在喷着怒火啊 营帐里老师虽然端着太子的架子 但却没有眼高于顶 斜眼瞧人 反而有些刻意的和蔼可亲 没办法 谁让捏着老师命门的年庚瑶 是个知识分子呢 而且还是个高级的知识分子 虽然年轻这些年 在地方上颇有影响 但是老师对年庚瑶 却没有什么影响 所了解的事情仅限于简历 当然 年庚瑶的简历 简直可以用得上辉煌来形容 康熙三十九年的进士 还在号称玉堂清旺之地的汉林院里公职呢 可见考试成绩远非及格这么简单 怎么也得是个优秀生啊 康熙四十八年 年庚瑶便升迁内阁学士 不久就升任四川巡抚 成了封疆大使 而那一年年庚瑶还未满三十岁 算得上是少年得志的年庚瑶 到四川后提出了许多兴力除弊的措施 还自己带头做了表率 总之 有没有与善伦金不知道 但是铁定是意气风发的 使得康熙对他的印象颇佳 难得的是 年庚瑶在变革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旧恶势力的强烈反弹 也就是说 虽然年纪轻 经验不足 但却知道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没有搞大跃进 当然了 更让老师侧目的是 年庚瑶在四川干了将近十年 没挪窝不说 还升官当了四川总督 监管巡抚士 统领军政和民事 这说明年庚瑶的手腕不简单 老师本就是一个粗人 生平最烦和知识分子打交道 要么酸腹 要么清高 要么目中无人 要么就是谨小慎微的 还自尊心特别地强 那脆弱的心灵 稍微不注意啊 就被别人给伤害了 更让人郁闷的是 这帮人都有些偏执 认死理 老师觉得三二哥就这样 否则怎么会老傻乎乎地 跑出了摇旗呐喊呢 当出头鸟 自己又没怎么得罪过他 只能是啊 自己的哪句话 伤了三二哥的自尊 没准就是给他打招呼 稍微晚了一秒 当然更可能是自己从来就没有求过他 给他送过东西 句子有点绕口 解释出来就是 比如三二哥过生日 看中了老师手里的一个孤本 当然了 那东西是九二哥给老师的 让他装点装点门面 万一康熙哪一天视察阿哥索 那老师屋里一瞧 也能觉得老师上个档次不是吗 言归正传 三二哥瞧上了老师的孤本 人不明说 只是含蓄地提点了一下老师 哥哥我对你这个东西感兴趣 老师只是直但不傻 一听懂了 正巧赶上心情好 非常慷慨地就解囊了 三二哥 这东西就送你了 三二哥忙摆手 坚持推辞 老师一见 觉得奇怪呀 也没心情去和三二哥纠缠 又是很爽快地说道 哦 不要就算了 然后给九二哥一起凑了几两银子 给三二哥送了本 每家书店都能摆着的畅销书 气得三二哥 鼻子都差点歪了 后来老师才说道 三二哥那是等着老师说 求你了三哥 你就收下吧 你不收我就睡不着觉啊 当然 光这两句话 那是万万不行的 这类话至少得说上一箩筐 总之 要让三二哥非常非常 勉为其难地接受 反正有一次 三二哥看上了七二哥的一个物件 就是七二哥求了三二哥四五天 三二哥才勉强地笑纳了 老师当了四五天的旁观者 总算是瞧出个门道来了 咧嘴一笑心想着 谁有那功夫陪你玩这个呀 自此 老师再也没有过问 三二哥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反正交分子钱给九二哥就行了 遇到手头紧的时候 连分子钱都省了 九二哥知道 去买盗版书 反正吧 有了三二哥这个前车之鉴 对于年庚瑶这个有手腕的知识分子 老师不得不打起精神了 万一哪一句话没有说对 谁知道年庚瑶这个司会怎么个阴影吧呀 就凭年庚瑶的业绩 三二哥和他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被年庚瑶挠一下肯定都得见血 不过眼前这个年庚瑶却让老师和他所读的简历 不怎么能联系得起来 你说他文质彬彬吧 人家却有那么一点虎虎声微的架势 说他微风凛凛吧 神情中却少了份杀气 说他诡异多端 那眼神中又带着那么一份的坦荡 说他忠厚老师吧 那笑容怎么看怎么有点狡诈 老师便更谨慎了 年庚瑶看来是变异了 更难对付了 老师在打量着年庚瑶 年庚瑶也在琢磨着老师 对于老师 他简直是如雷惯耳啊 闭着眼睛都能将老师的履历给说出来 还能只字不差的 概括起来 老师应该和猛张飞是一类的 有点粗鄙 有点火爆 但却不乏狡诈 但老师这个人真的往这一站 却推翻了年庚瑶既定的管官 虽然老师绝对不是周瑜那个类型的 但肯定和张飞不是亲戚 怎么形容呢 是的 年庚瑶发现 老师竟然是个很难让人形容的人 和有着八仙王名头的八个亲切相比呢 老师不是那好说话的人 有些不近人情 但和有那冷面之王之称的冷板的四阿哥站在一块 老师又多了几分的人气 也没那么隐忍 向老师汇报完准备工作之后 年庚瑶对老师的评语确定了 深藏不漏 完全是因为年庚瑶搞不清楚老师到底要干嘛 说他要拉拢人吧 但老师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句句问到点子上 一点没有活西泥的意思 说他要立威吧 老师切中要害之后 并没有板着脸哼哼唧唧的 而是认真的进行着探讨 认真的想着解决的方案 而且在探讨的过程中 老师的思维敏捷不是一点半点的高啊 真不知道是谁下了狗眼说 老师是莽夫 莽夫有那脑子吗 而随后的酒宴上 老师当众深情地朗诵了 纳兰的一生一世一双人 还告诉大伙 这是自己老婆最喜欢的词 刚学会认汉字 手里捧着的就是饮水词 可见纳兰性德的影响是有多么的深远呢 这更是让年更瑶不知道该做出如何的反应啊 不喜欢读书的老师 竟然能如此推崇自己前任老丈人的词 而且还以没有文化的蒙古太子妃当幌子 怎么看怎么都有着拉拢的意味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老师不也是在诏告天下 他之所以独宠蒙古太子妃十余年 都是自己老丈人教唆的吗 不知道自己已经引得年更瑶敲小鼓的老师 拿纳兰套了一下近乎之后 便没有再夺嘴了 他牢记住了言多必诗 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诗了 便将十四推出了前台 由十四和年更瑶打擂台去 这更让年更瑶笃定了 深不可测呀 老师 宴会结束之后 老师回想了一下自己的所言所行 好像没有哪儿有问题啊 很满意 高高兴兴地睡了 而年更瑶则是一宿没睡 打破脑袋 想着老师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因此 第二天精神饱满的老师 便见着了顶着两个熊猫眼的年更瑶 老师按脚 糟了 肯定是哪句话没有说对 伤人家自尊了 但是自己讨论军务的时候 也很注意啊 什么不对错了之类的否定词完全没有用 全改成了 是不是可以这么考虑啊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能会这样啊 全都用的是虚拟语气啊 于是老师郁闷了 看来自己还是没有摸到高级知识分子的命文 本来老师还想考察一下年更瑶手下的才俊呢 看看有没有哪个该死的臭小子能入得了自己的发言 如今呢 也只得作罢了 跟着年更瑶混了这么久 谁知道有没有染上这些臭毛病啊 老师认为 虽然安安读书成绩很好 但是骨子里可是和自己是一类的人 肯定不乐意和知识分子打交道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是安安 愿意天天去猜测知识分子的心思 老师也不会同意的 太累了 老师可舍不得安安去受这份的罪啊 老师决定 在四川呢 只谈军务 不论其他 而奇木格此时却在和安安讨论着 安安 你有什么要求 就尽管说出来 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 安安红着脸 笑着跟奇木格说道 额娘 怎么能这样啊 多羞人啊 安安虽然这么说 但是除了脸红了一下 再没有其他身体指标表明 他有多么的不好意思 奇木格笑了 跟额娘说有什么害羞的 告诉额娘 要学文的还是学武的 还是能文能武的 要脾气好的还是有个性的 要胖的还是瘦的 高的还是矮的呀 你要是不说 额娘可就想当然的去挑了 安安想了想 额娘 我的婚事 你们能做主吗 如果不能做主 那就再过几年说 大不了 你就装装病呗 额娘 你和阿玛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婿啊 只要你喜欢就行啊 说到这儿 奇木格突然想起了什么 不笑了 紧张地盯着安安 你有看中的了 奇木格没法不紧张 安安平日 接触最多的男士 除了血缘关系 就是护院了 如果安安 真的上演一场狗血的桥段 奇木格只能切斧自杀了 要是侍卫 都还能有回选的余地 可是护院 基本上 不是蒙古人陪嫁过来的奴隶 或者是奴二代 就是当初分给老师的包衣或者是包二代 就算老师登基当上了皇帝 也没法将安安嫁给这两类人呢 安安翻了个白眼 额娘 我看中谁去啊 真是的 奇木格送了一口气 那你说出了你的要求 额娘帮你找 咱们可没有时间耽搁了 安安想了想 小声地说道 嗯 我也不知道 但是想找个做生意的 奇木格愣了 伤人好像也不大可能 为什么呀 安安说道 听杨先生说了许多的一文去世 总想去见一见 如果嫁给国公贝勒之类的 肯定是去不了了 但是如果是经商的 过些年 我们就能出去看看了 奇木格觉得 安安这个想法 确实挺不错的 便建议道 其实啊 文人也行 到时候就说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一样能出国周游的 还能写下许多的游记呢 主要是奇木格觉得 文人好找一些 商人除非是九二个那种出生的 否则难度一样不小 不想安安却说道 文人太酸了 不喜欢 虽然老师肩上的担子很重 但是思量再三 奇木格还是去信 转达了安安择服的要求 给老师打打预防针 万一哪天 安安不巧和某一个商人一见钟情 免得老师在屋子里 踢刀自惨 果然 老师完全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火速地给奇木格回了信 叫奇木格立马打消了安安这个念头 老师对商人的抵触情绪 简直是不是一点半点的 大骂商人 重力轻离别 不值得屠服终身 还拿九二个举例说明 你看我们兄弟 哪家硬硬硬硬硬有九二个多呀 此外 老师对安安 想环游世界的想法 也完全不给予支持 不知道 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除了发给奇木格这封 挫辞严厉的信函之外 老师还单独给安安 写了一封私信 不过 却采取了以柔克刚的手段 说什么 一想到安安 在海上要飘个好几个月 他的心啊 就喘不上气来晕晕的 惹得安安 掉了好几滴的眼泪 奇木格健壮 还以为老师 是不是在信里 说了一些什么胡话呢 拿过信一看啊 这醋瓶子 一下子就打翻了 感情老实的温柔 只针对女儿啊 不过 心里再吃味儿 奇木格还是劝慰道 鸟儿长大了 必然会离巢的 你阿玛总有一天 会接受这个事实 到时候 再回过头来看这封信啊 他自己都怕觉得不好意思 你就别管他了 奇木格笃定 就算老师额娘在世 老师肯定还会照旧的 积极争取 走南闯北 四处历练 这人哪 就是这样 明明自己也热衷于追求自己的人生 但却总会一味儿的将儿女护在羽翼之下 期望着他们乖乖的听从自己的安排 美其名曰 让他们少走弯路 完全忘了自己当初也曾经豪情万丈的叫嚣过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啊 安安 安安擦掉了眼泪 其实我就是这么一想 当不得数的 我得赶紧回信 去让阿玛安心 阿玛如今可是带兵打仗呢 不能让他分心的 安安果然是老师的好女儿 奇木格不由得轻轻地感叹着 但是人哪能事事都如意 女儿让人窝心了 那儿子若是再乖小听话 老天爷肯定都要嫉妒了 阿玛好的 别别忘了 ね 美K 感谢观看